他說我們丟個傘子丟兩次 那麼出現的點數如果是偶數的話可以拿到160 其餘呢 要賠60塊 那請問你期望是多少 好 那這次算是比較需要思考的題目 第一個他說請問你 都是偶數 那機率是多少 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還是四分之一 想一下 想一下 四分之一啊 二分之一 為什麼是四分之一 二分之一啊 二分之一啊 好 我先說一下 這理論上應該這樣子 如果是 激數跟激數的話呢 應該是多少 四分之一 然後偶數跟偶數呢 也應該是四分之一 然後是一個激數一個偶數才是多少 二分之一吧 對不對 OK 如果真的不會的話你就慢慢找 好不好 這我就跳過去不講 好 然後呢 你去想 因為他講偶數嘛 所以是四分之一 所以偶數有四分之一的話呢 他的期望值 添加多少錢 一百六 然後其餘的話呢 好 加四分之幾 四分之三 就是剛才我說的 你偶數以外的狀況並不是激數哦 是 激數跟激數還有激數跟偶數都是以外的狀況 所以應該是四分之三才對 聽懂啊 所以前面那個條件就很重要了 四分之一這件事情就很重要了 好 所以剩下的狀況是要賠60塊 所以你得多少 負60 OK 所以答案你多少 答案 就等於四分之一 然後呢 一百六 減掉一百八 對不對 因為三才六十 負60 所以答案就等於負 所以你的期望值呢 反而是賠五塊錢 看起來好像你會賺對不對 一百六耶 才賠六十塊而已 沒有 可是事實上你看到機率狀況是不一樣的 這樣會啦齁 所以下次你跟他玩這種遊戲的時候啊 這個還蠻好賭的 這為什麼寫錯啦 啊 不好意思 我講錯了 為什麼你知道嗎 我以為是硬幣 欸 等一下齁 欸 等一下 骰子 喔 骰子一樣啦 骰子也是一樣 sorry sorry 骰子是一樣的 因為跟那個丟正面反面的差不多 好 OK 可以啦齁 好